可能就是回不去了 所以很怀念 这段时间其实有让我想起军顺的时候 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你每天就是在被时间推动着做很多事情 这段时光就很难得 我喜欢这句话 我觉得以后的生活里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我刚才也在想我说我我录完节目了 我想分享一句话 然后我就说每天被时间推动了 做了很多有回忆 或者有意义的事情 或者有记忆的这句话的原创是北明 嗯 像其实北明之前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是 就是别把自己丢了 对为什么我刚才在跟这个佳佳说 好多人你叫他写文案 其实很多人是逼不出来的 因为他没有经历 经历才是你写文案的那支笔 对对对 所以北明如果一开始他能说出时间推动的我 做很多事情这句话吗 他可能说不出来 嗯 我想说如果明天让我发言我感性了 我在上面是下不来台 哭得我心里哗啦怎么办 你俩就把我拉下来 我们就给你拍丑证 就别让我第一个发言 如果我发现上面哭一半 然后你们俩就别发言了 现在可能因为时间也快结束了 所以就有点遗憾 刚开始认识这个公司可能还是表面吧 就在感觉了解的根本就不够 只是一些皮毛 然后慢慢地接触下来 其实发现公司 其实是有很多的温度的 就很舍不得 漫长且短暂 短暂呢就是又感觉已经是到倒数的第二天了 但是感觉又像昨天刚面完事 刚进来的感觉 漫长是因为真的有太多的经历和回忆的画面 凌亚 走不走 收拾东西 别拉一下东西 我想先带大家卡 地圈岛 哎呀 最后一回了 这句话讲得很令人很伤心 伤感 谢谢我走了 最后一段时间 再见 再见 你也知道 这边是我们第一天过来面试的时候的地方 然后汉阁就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我就坐在这里 我们六个的位置 这里呢就是我的工位 对面就是山姐 都有感情了对这工位 再见了山姐 再见了 再见了长安 这是莫名其妙的这个谁呀这是 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告别了 等一下我们那个拍张合照吧 最后一天三二一 拜拜 拜拜 挺感动的 最后一天就是全是不舍 舍不得